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准备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了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六十篇 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 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负心 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 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 你叫你的名欲见艰难 你叫我们喝那时人东倒西歪的酒 你把旌旗赐给境外你的人 可以为真理养起来 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 帐梁苏格谷 激烈是我的 马拿西也是我的 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 犹大是我的帐 摩鸭是我的沐浴盆 我要像以东抛鞋 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 谁能领我进坚固城? 谁能引我到以东地? 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 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依靠神才得失展大能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记得还要跟我们一起读经 拜拜